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大谈两岸关系 被问到他主张缩短兵役跟减少军费 来降低对中威者 马前总统这样说 马英九强调不能依赖防御决定命运 不过换个镜头来看看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怎么说 侯友宜新广告致敬 马英九16年前竞选影片 但这一回讲的是三低战略 嚇阻对话降低风险 喊话要加强国防 马英九却似乎不同调 谈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宣扬要推动统一 马英九搬出去年防中型的对中说法 不过提到两岸和平 德国之声记者犀利提问 国家东主席书近平一再宣扇 其 anyone问 选前三天 马英九喊话相信习近平 侯友怡火速回应 说马前总统想法跟他有些不同 强调他对中国不做不切实际的想法 记者李月琪整理报道 记者李月琪整理报道